主台长你好 你好 现在我要问 对着嘴巴 1972年属属的 1972年属老虎的 属属 属老属的 男的女的 男的 想问什么 前程事业 婚姻 前程事业婚姻都不好 听得懂吗 因为她的婚姻 比较麻烦 她自己呢 前程是好一段 一段不好 听得懂吗 还有 她的婚姻 你少参呼太多 又是一个妈妈 控制儿子的例子 你啊 跟你说啊 放下一点吧 我想问你 你儿子还跟你 住在一起吗 没有 他住爱尔兰 爱尔兰 你少管他 好不好啊 还有 第二个 你的这个孩子 胆子比较小 因为他小的时候 受过 心灵 受过一些创伤 我不讲 我不讲你也知道 因为你们家里 发生的感情问题 让孩子 非常的忧伤 听得懂吗 懂 懂 所以 我希望你每天 给他念 十一遍 心经 三遍 大悲咒 两遍 礼佛大忏悔文 给他念一点 准题 神咒 好 然后 等到你儿子 自己开始念了之后 我希望你 让他能够念一个经 观音 灵感 增言 他会一下子 好起来的 他这个人 也是属于 怀才 不遇 听得懂吗 他身上的阴气 太重 长得比较好看 比你好看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谢谢 还有 我要问 1946年 属狗的 我先生 1946年 属狗 你先生的肾脏 不好 对 你先生的腰 和心脏 都不好 对 你的先生 唯一的好的地方 就是脑子 他因为知道 怎么样听老婆的话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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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了 他回去说 陆台长说的 你的脑子好 你必须听我的话 没有 好好地跟他一起念经修行 夫妻双修 功德 双祸 他是受英文教育 他都不会念经 你说什么 他受英文教育 他不会念经 他说 你说英文的 那把我们的英文书给他看 明白了吗 好 照样念 我们在澳大利亚 多少西人都在念经 这有什么稀奇的 好吧 我告诉你 你的先生呢 我现在看到他样子了 我现在看到他样子了 头发很白 对不对啊 对 人很高 对不对啊 差不多 但是呢 皱纹比较多 对 好了 好好念经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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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